今天人这么起 搞这么帅 今天恭喜你了 大家的 让我们干了啥子 到今天24小时 我先往总监的位置 可以探个播出 你叫 你叫 我们宣 都坐吧 现在宣布 新任部门总监 赵徐 我是新任部门总监 赵徐 以后就由我 带领大家给公司 给赵总 赛广归播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我请客 咱们不醉不休 好 开点 喂宝贝 王蔡 认识三年你还是一成不变 连彩礼都错不出来 我们还是算了吧 行 我去 我的 好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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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老天爺 你憑什麼 你弄死我了 弄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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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 在那裡給我了信 我打 是 你弄死我了 你弄死我了 老天爺 你弄死我了 老天爺 你弄死我了 你玩我呀 咱們呀 說不說 說啥呀 我咋挺挺 給我咋說不說說不說說不說 你們都吃飯的 老子剛吹過來 哪知道你們要為啥 我以為人暗中下毒 瞧心四聯網 我玩了不要急 就在你枕頭底下發現 快錯 誰指示你來行刺 有幾個同伙說 我不知道 沒見過人去 我說你沒關係 正確早 必死無疑 一切人的機 你上手屁一場 危險 卻無情是像 請看嗎給我打 是 啊你你 你先放下 我要是能證明自己苦罪 我能能饒你 跪下 這個 是不是 有 這一就是 快吃饭 七兵王爷 指纹已经定期成功了 只要稍加对比 就能找 谁是成熟 双手纹路 确实跟着词评上的不一样 可是这有能说明什么 指纹这东西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指纹不一样 就说明我从始至终 没有碰到过这个 倒是周总管您啊 这上面 怎么这么多您的指纹 这贼子血口喷人 小的对你绝无二心 够了 这小小指纹 当真独一无二 指纹可是后世行政探案 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故人就是 没受到过久 的义务教育也不大 回王爷 小的若有欺骗 您砍了我就是 好 好既然如此 周总管 你拿着这只指纹逐一排查 务必查出刺客 是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叫王灿 如若抓到刺客 你是头工 谢王爷 但你若敢欺骗过 我叫你死于葬身之地 你什么 我叫你死于葬身之地 我叫你死于葬身之地 好伸出来 伸出来 啊 啊 啊 哎 嗯 嗯 哎呀 啊 王爷 属下屋呢 让刺客逃跑了 您这没事吧 我没事 雅王 我等经查验指纹 下毒者确实刺客 好 耳朵有功 纵上 谢王爷 那这 周主管他 给案葬废 后葬 你好像并不好奇 本王为什么是女儿神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十本小说有八本都是这么写的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袍吗 本王祖上 曾为大楚立下汉马功劳 更是如今唯一的异性王 皇帝多疑 怀疑我张家蓄意谋 先后派人夺走我的副修 为了继承家业 我不得不女扮男装 继承王位 如今 狗皇帝更是想要将我置于死地 这皇帝怕不出我做 这不逼王爷造反 没错 狗皇帝巴不得我公然造反 好能名正言顺的铲除我张家 苏上家业 不能毁在我的手里 王爷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这是本王最沉重的秘密 知道的 没有一个能活着 啊 啊 王爷你玩我呀 我没听见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哎呦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我白天救过你王爷 而且 我很忠心 别以为我没看见 要不是那两个家伙叫你转过去 你早就跑没赢 我 像你这种贪生怕死 好色成绩 谎话连天的小龙 留之何用 啊 王爷 小的愿意被你笑了 交一切奉献给你 终成将是我死后最高的荣耀 王爷 关键我再替你牛转悲剧 王爷 哎呀 我会去演 比官员还细的戏 哎哈哈 抓住啊 哎真喜欢 哈哈哈哈 陛下是奴子 陛下 梁王府送来奏折 说是府上一名刺客 杀了一名下人 逃了 知道了 陛下 梁王已经有所怀疑 怕是会打草精神 毕竟是异姓王 万一闹得肥肥扬扬 不好收场 那正好 把刘公主夹过去 以示安抚 免得他整日 军死灭火 吵得真心烦 陛下 奏折里 还提到梁王府 有一笔家丁 精通什么指纹 提取之术 算是个奇人 刺客就是因此 被暴露的 小青 这次你扮成 六公主的 贴身丫鬟 就叫梁王和那个家丁 一起杀了 我 像是一笔家丁 来 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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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侯爷 您这躲着呢 客人都到了 新娘子等着您拜堂呢 个人我能帮你招呼 堂我不能帮您拜 这婚礼不过就是皇上 为了安抚张家 红场做戏吧 那演戏也得演全套吧 在这躲 算怎么回事 公主看见你的脸吗 应该 应该没 她盖着那头盖头 连路都看不着 如此便好 今晚你换着本王的衣服 去替本王洞房 啊 这样 不好 这样 不好 我来了 这可不好意思 听闻六公主 美若天仙 你当真不去 哎 别啊 王爷的命令 小真没看 在下愿为王爷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一拜天地 二拜父母 夫妻交拜 我这杆老枪三十年没用 今天终于拍摄用场 我 我 不是我 我是奉命行事 奉命 嗯 来哪儿 我来了 我真是戏眼 还好虽然提纯不是傻子 不然老子就完了 别人成业都是靠黑科技 黑黄肠党 老子却要靠黑科技保命 神必是气死人 老爷 这下我不用死 西岩事关重大 皇帝多疑 这既是大功 也亦可能让王虎万劫不负 此事绝不可以轻易生长 老爷 这西岩思不齐 那手一架的千斤 闭嘴 是谁 啊 啊 啊 死了 你也是刺客 我我不是 那就好 幸亏我审得快 要不然连任我都得没事了 方才情况危急 切身慌乱之下出发病怒 王爷见谅 胡宝 胡宝 你什么也是 这新婚之夜 干嘛带着暗器 王爷有所不知 皇帝怀疑我娘不忠 为了心情迟辱 巴不得我们早死 刚才那刺客分明是要连我一起杀掉 所以我随身系的暗器 也是为了自保 看来你也是个狗人 报告王爷我的酒家来吃 请王爷恕罪 报告王爷我等酒家来吃 请王爷恕罪 嗯 去去去去去去去 aquí 进吃 你才是良王 本王就是怕刺客再返回来 才与家庭换了装 现在刺客已经死了 不用警惑 不用警惑 对对对 这什么队 跪下 我们夫妻的命好苦啊 你是女的 公主也知道 习武之人 胸肌都比较发达 对 习武之人 你骗人 虽然隔着衣服 但你比我太大 你比我太大 你们两个 到底谁是两王啊 啊 我 人还还还还是他吧还是他 哎 好吧 本王确实是女人的事 事情就是这样啊 这该死的皇帝 就因为他的一点私心 就不知道害死多少人 咱们夫妻的命 咱们姐妹的命好苦呀 哎 先别抱 先别抱 你说 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 那在下 可以走 跪下 王爷让你假扮他提防刺客 可你却假袭真做 侮辱了本公主 你侮辱了 可是大楚公主 哎公主 我的错我的错 公主受委屈了 王爷 你可要为我做主员 不能让这银子逍遥法外 日后若是传言了出去 怕是不用皇帝动手 我也要自行了断 公主啊 咱俩不是没成名的 你说不至于 闹到你死我活的吧 是吧 哎呀 说句话呀 哎 都依公主 啊 但是公主 这家丁虽然品行低廉 好色成性 长得也不好看 哎 我哪吵了我 但脑子还算聪明 正好下个月就是皇帝的受惩 如果他能想到什么办法 打消皇帝的猜忌 就饶他一遍 如果不能 到时候再千刀万剐 我真的想 也好 行了 本王怎么可能 真就让你应付皇帝 方才只是为了 顶公主一个台阶下而已 王爷 您不信我能摆平皇帝 大言不惭 你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 请我摆平 我已经有办法了 看着瞧吧 跳的好 跳的好 赏 好好好 平溪王送金千两 珊瑚一对 镇监王送金千两 野灵珠一颗 赵王爷送金千两 赵金英鸡 一队 杏十年 一不破话 都说凉汪穷 没想到连李京都错不出来 这些人祖上都受过张家恩惠 如今却这等嘴脸 那个王灿呢 这些天 他想福利要了不少银子 现在怎么不见了 让大家都一起来吧 这天下万寿江 云生谢陛下 跑啊龙龙 好美啊 皇上真漂亮的龙啊 真能谢世真能不谢世啊 什么人 梁王府家丁王灿 奉梁王之命特来县 这是琉璃金龙 天字 王玄相 无一无二 今日县陛下 祝我大帅环容昌盛 祝陛下万寿无将 实现这些人的此等其身影 哈哈哈哈 甚好 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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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岁 比不上今日的天赐祥瑞 中赏 谢陛下 哼 一个烟花就以为是真龙献身 果然就是好 陛下 既然是天赐琉璃 皇权象征 那为何此物 会出现在梁王府 此话意欲何为 梁王府 一直号称没有私缠 却一下拿出这么好的琉璃 这分明就是太乌腐化 今日 谈借献宝之名 挑衅皇权 下 梁王七罪当初 请陛下明朝 梁王 作何解释 我 实不相瞒 这琉璃金龙乃是小切手 私藏俊富 纯属栽赃献犯 大爷不惨 任何上品琉璃 哪怕是皇家工匠都做不出来 你区区一个小嘉宾 竟然敢说出自你史 皇家工匠自然神功奇迹 王灿不走 偶尔学过去 对这造琉璃之术 也颇有一番造 王爷要是不信呢 可在陛下面前 与我赌咒起事 赌咒起事 不知死我 也好 今天就当着陛下的面 你要是能做得出来 本王就卸下归田 永不入朝 如若你要做不出来 我说做不出来我王三他把脑袋拧下来 给王爷当夜无用 给王爷当夜无用 好 这赵王分明是存心陷下咱们 这工坊飞气多年 哪怕王三真的巧都听过 在这破地方也无从施展 赵王说我挺死黄雪 这罪名分明就是让我翻不得身 等下我就去皇帝面前 要他彻查梁王府 清枕自清 试口思仓巨款一目了开 之后 我一定要让那赵王加倍够话 你怎么就确定 他不会继续再当陷害了 清查王府 最终的几 不过就是黄泥烂不当 不是事 也是事 行了 赶紧干活吧 别买你 这梁王聪明反备聪明物 这次他是要弄小成拙了 这次要是还造不出来 那梁王就百口莫辩 一个家丁而已 他必然造不出来 这一 定叫他万劫不复 他这样能行吗 怎么说我也是他女儿 让我去跟他解释清楚 说不定还有一些生机呢 你家之子和黄文字 那大不了我们就跟他们拼了 拼 那就起零造吧 郑重他们下 这时满门抄斩 那看来这有桃之子才有一线生机了 哎 再等我 请 大公公 拿着 你把这东西给我们 拿什么去堵招你嘴 找完就准备好了 来 他好欺負 好 哎 好好好 深准深准啊 陛下还是别蒙的眼睛 那是个家人云 哼 看你手里的玩意儿 这回老天赐的 不会是个花绣球吧 这是何意 莫非你没有制作出 上品琉璃 那你脖子上这顶叶湖 本王可要取走 这琉璃是献给陛下 也只有陛下能揭开这 赵王 是要替陛下做主 你 口舌之力 王赞 休想在陛下面前 无限分忙 好了 你 说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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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把這琉璃打磨得如此光頭 是你陷害於我 這麼說趙王是認可我的家丁 可以追求上等琉璃 我 既然趙王認可我梁王府家丁的手 那之前 誤面梁王府此強巨壞挑釁皇權 自然也無從談及了你趙王 你非但呆當下 還打碎了我送給陛下的禮物 幫陛下明見 你們 你可知罪 法罪流離 臣罪該萬死 我是說 貿人行動還沒反將一軍 多少計劃因你而廢 該當何罪 陛下息怒 其實 你現在的情況 梁王府未必就能 高枕無憂 有話就說 別讓我安靜 一臣 倒有一技 魚來咯 好 快坐下一起吃吧 快嘗嘗 嘗嘗我少爺 你是功臣 說吧 想要什麼賞賜 賞賜 就求公主啊 以後別拿著畢弩射就行 看在這寶貝的分上 今天就讓你一面 來 慶祝王府 此次平安度過此劫 乾杯 乾杯 王爺我敬你 我不要 公主還能喝 我還能喝一壺 公主海亮 你呢 這 一高 去 水 王三 你還能喝多少 一壺 一高 嗯 一直喝 來 許了 來 乾杯 乾杯 啊 左擁右抱 本王之幸 愛妃 你們今晚 誰都不許走 嗯 不走 我左右擁抱本王之幸 你們今晚誰都不許走 嗯 不走 那是本王 那本王是誰 你是王月呀 那你是誰 我是愛妃 我是女的 我也是 愛妃 啊 所以 你是本王 我才是 王菜 你是王菜 小的告退 嗯 嗯 嗯 哦 流氓 幹嘛呀 你怎麼在這 你給我做什麼 我怎麼做 你 啊 你給我跪下 怎麼又跪 這回民不是你主動的 你閉嘴 你說我是你愛妃 不信你問王爺 王爺是不是 怎麼可能 啊 你怎麼記這麼清楚 誰像你倆什麼 我發誓 昨晚我都是順著你們的意思來 一點拒絕的意思都沒有 你還說 王爺 你快殺了他 我不想再看見他了 你自己不是有病毒嗎 本公主不想裝了手 我昨晚不是挺平均的嗎 你幹嘛要殺了我 你自己不是有病毒嗎 本公主不想裝了手 我昨晚不是挺平均的嗎 你幹嘛要殺了我 黃公公 陛下口譽 梁王皆旨 母豪万岁万岁万万岁 近日江国 平凡饶我大楚边境 百姓胡不堪言 朕有意发兵争讨 面梁王张庭玉 其祖上战功封王 对军中大小事务 驾轻救赎 特命其三月内 投备足够军司 这个有五七死 臣 截至 等等哥哥 圣旨何在 陛下金口玉言 口寒天谢 梁王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老皇帝又玩什么发言 这看起来 又是 南北两部六十万大军 三月内 筹措竹树君子 没有圣旨 没有应寿 没有特决 同有太监的一句话 这怎么可能办的 王蔡 我看你一点也不着急 你是不是 我倒是有个更好的 快说快说 变卖王府 我们下 所有才 拖出去砍了 哎 别别别 我说 我说 这梁王府怎么卖东西啊 实在是没有办法 你说 这上面下的命令 我们只能 把这些东西全部都 你说 哎 干嘛呢 轻点 这王府的东西 各个价值连城 弄坏了你们赔得起吗 对了 下去吧 老板 这事成之后呢 你们还得把东西 完完整整的还回来 明白吗 你们放心吧 都小心着嘞 就劳了 皇上 你快尝尝嘛 好 尝尝 哎呀 皇上 得了风寒 就不要上殿 陛下误会了 微臣的身体好着呢 陛下 刚传来消息 梁王已经将所有的财产 低价转让 堵到城中到 简散不从 现在府里 以为超了家 还要干净 这下梁王 是真的要垮了 这事办得很好 还是多亏了陛下的训绩 陛下果然料事如神 运筹帷幄 这一定要拔了 鸡蛋 现在可以说说 你的计划了 这行军作战 最要紧的是什么 粮草 兵器 马匹 药材 兵器和马匹 兵部会准备 粮草和药材 需要我们成绩 此次作战对象是江国 北韩之地 大厨北上 玉寒衣物也不可少 那就从 制作玉寒衣物的棉布入去 这些饮料 一半用来买棉布 你疯了吧 一半的钱 都拿来买棉布 别说这些钱 只够买到市面上的 五成棉布 就算买下了所有棉布 那粮草和药材怎么办 并且 现在就算有银子 也未必买得到 粮草和药材 据本王所知 京都的粮草和药材 已经被赵王囤空了 那太好了 什么意思 这次的粮草和药材 赵王全出了 这大热天的 买这么多棉布干什么 谁知道呢 听闻梁王年的存货 都买空了 你说这棉布的价格 会不会涨啊 要不然梁王府 怎么存这么多 再涨还能长成什么样 也就是一团棉花做的 王爷 为何发响 刚才下人传来消息 则梁王正在大肆购力 比全家之财够棉布之质 你说可笑不可笑啊 确实可笑 咱们通空粮草跟药材 就算它们够入棉布 其他东西不还是得到王爷 您这口来 本王早就有仙剑之力 几个没见过师妹的愣突青 跟本王还是愣了 王爷真是身谋远虑 欲仇帷幄 小人真是佩服 佩服啊 现如今 约一半的身价 都用来换后院那些瀑布了 却还是一成君子都没有仇到 这可如何是好啊 哎 饭都好了 走赶紧吃饭去 王册 我后半夜都已经急成这样了 你还有心情吃 那急着什么样不得吃饭啊 再说了你急什么 什么 江国生阿扎布拜见五 拜见公 啊 再行王掌柜 王掌柜 您是京都最大的长 这梁王府竟然大肆收购布品 如果您知道什么内部 还请为小帝王指点移金 说不好 这往年京都各家 开始收布的事 那都是十月快入冬的事 今年梁王府这么早开始屯布 真是其也怪财 小二 给老子来三斤羊肉 两坛烈酒 江湖人果然是满意 真是粗鄙不堪 你们楚国人才是两脚羊的 没弱无力 放肆 这里是楚国 岂容你在这里撒野 老子是江国最大的不商 有的事情 想想江国不商 也敢在这里大放诀词 知道在您面前的是谁吗 这是王掌柜 是楚国最大的不商 我最大的不商 黄掌柜 您手里有多少 我都要了 我出 双北 不 五倍 前日梁王府大肆收购 布匹价格就已经暴涨了 这其实又涨了 这次涨可不关梁王的事 是江国人在大肆收购 而且出价可高呢 要是咱们跟着梁王买布匹的时候 现在就银花财了呀 五倍的价格 现在囤也不 梁王肯定知道些什么 不然不会提钱 对对对 我得赶紧回家取钱 也囤一点 我也回家取钱去 王爷王爷 涨了涨了 棉布 棉布价格涨了 现在外边棉布都涨疯了 上午五倍 下午已经涨到了十倍了 如今已经翻到二十倍了 我以后和镇南王 已经把府上的棉布 全部卖出去了 赚得让人眼红啊 棉布价格上涨 这其中 可有梁王的人在搅动局势 这倒没有 我都查清楚了 棉布价格上涨 纯粹是因为江国商人在收购 和梁王没有关系 不过王爷 这梁王之前囤了这么多梅 这不得让人赚翻了 他敢 他如今正在筹措军须 若是敢把这批棉布 卖给江国 他就是东吉 这可是抄家灭宿的大罪 王爷英明 他们现在就是捧着金饭碗 却只能当个叫花子 哼 你说的对 不过他们不能转 我们能转 去 把府库的棉布都卖了 咱们也能挣他一笔 今日吗 要不我们再等你 我感觉还能在这 就今日 免得夜长梦多 好 小叔的 小的这几次 王灿说 粮食和药材 赵王都会把我们出 可是现在呢 赵王的粮食和药材 还在手里 我们的银子却已经快化光了 甚至还要装成江国人 高家收购赵王的棉布 估计赵王现在都笑得和不拢嘴了 别着急 王灿肯定有他的技术 没错 不放点大了 我怎么上钩了 这很少基本的技术 玩不死你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继续拉给我们的价格 赵王入团 然后 砸 王爷你真坏 王爷 老林 先下去吧 又怎么了 王爷 亏了 咱们亏了呀 什么亏了 棉布呀 咱们昨日以二十倍的价格 今日棉布价格 已经涨到了四十倍了 按照今日四十倍的价格来算 咱们最起码亏了五十万两 什么 五十万两 我心疼死了 那你知道 那江国商人 为什么以高价收购棉布吗 这个不太清楚了 我问了江国商人 他也不肯说呀 那江国商人 竟然敢以思绪的价格收购棉布 那就证明 他正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就给那江国商人发一封禁忌 就说本王要见 王爷您是想 因为那商人 但是他如果不肯说 怎么办 他一个江国商人 在我大处处生意 不说 就死 王爷 人已带到 江国商人 哈扎布 拜见王爷 你来吧 谢王爷 哈扎布 你可知 你已犯下了滔天大罪 上 下 这小人只是一件伤 不知 咱饭何罪 棉布 乃军需物资 却肆意抬高价格 火头天子已发雷霆之怒 朕打算将你抓捕 消失重 还想王爷救小人一命 小人必定 敢进不进 饶你倒也不难 只要你能说出来 为何大量收购棉布 本王定能在陛下面前 向你求求 饶你一命 可是我就不搞定 王爷 这事关商业机密 小人实在是 哎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来着 哎 八爷饶命 八爷饶命啊 告诉你 想活命就直说 我们家王爷 可不是好惹的 哎 是这样 近来 盘东来的 江国又遇上了 百年难得一遇的雪灾啊 这江国又不盛产的棉花 这棉布的价格 自然暴涨 所以小人想着 收购棉花 大转一遍 灾 江国百年难得一遇的 大雪的消息 为何没有流传到大雪啊 消息是否属实 属实啊 若不属实 小人岂会真金白银的购买棉布啊 这江国选材后 小人是一路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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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死了好几匹吗 这才第一个感到的大事 过两日 这消息传开后 这棉布的价格还得报道 还得 对啊 那市面上的连布都已经在小人省了 其他人再想买的话 只能高架收购 这小人 追 不 至少还得想百倍 百倍 马张布 本来给你打个商量看否 我 别人省高 只要王爷 敢在陛下面 被小人与别人挤去 小人毕王爷 把手势沾 那是自然 把你的棉布 倒给 王爷 这可不行啊 小人大肆收购棉布 就是为了几人消息传开后 这棉布暴涨百倍暴力 小人怎么能轻易允呢 你别给脸包脸 再伤言伤 王爷 若是为了此等小事 杀了他 这日后传出去 这王爷的一面 我好看 那本王买了 就你 今日四十倍的价 王爷 实在是不行 小人领域了这么多情 就是为了消息传开 百倍吧 五十倍 哈喳布 要是你再不通意的话 本王可购不得什么名声 习惩 洗礼价 要是再想想 只怕我真的会杀了我 行吧 小人卖了 那王爷以后见着陛下 可要为小人 多多解释啊 那是自然 本王说到做到 谢王爷 王爷 但这五十倍棉布价格的银粮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王府 找钱付账 你什么意思 我们淘淘赵王爷 会欠你这点银粮吗 小人只是随口问一句 本王已经囤积了 很多粮草和药材 全部以行价 抵对给你 王爷 这粮草和药材 小人也一时不能变仙 本王那给你就不错了 给礼不要礼 还讲起条件来了 是是是 这粮草和药材也行 行 行了 找管家结账去吧 是 还费呀 杰淡华 小个赞 从现在开始 把湖里的所有银粮 全部拿出来 你要守过金箍所有面部 好 小人这一句 哎呀 这百费报 赵王可要发财了 哈哈 怎么样 厉害吧 你 你竟然真的把赵王的粮草和药材弄来了 当然了 我扮作江国商人告诉赵王 江国血灾 年部还将棒了 这赵王贪心啊 用他手上的粮草和药材换取我的银库 你怎么知道江国有血灾的 不知道 我编的 你编的 他会信 这资本市场 比的就是谁更会想故事 财博动人心嘛 你懂不懂 即使是掌管财政大学的赵王 也免不了 对百倍报名 无动于衷 那接下来怎么做 清空所有面部 记住 不能让赵王没发现 还有 不能暴露 是梁王府的图 清空手上所有面部 那金司呢 好说呀 过两日 面部就会暴跌 到时候咱们想怎么买就怎么 因为我要砸 王爷 王爷现在红运当头 妾身是不是也有奖励啊 有 都有 等别不出手了 再往奖迷子宅 真的吗 王爷 那你让妾身做什么 先生都愿意 这可是你说的 那我们就 王爷 王爷不好了 跟下去 又怎么了 王爷 现在市面上的棉布 已经跌到三百千亿 什么 今天江国棉花大丰收 咱们府上的棉布 全卖不出去了呀 不是说江国有血栽吗 那人呢 那江国商人呢 属下去查探过了 早就人去楼空 我们被骗了呀 王爷 完了 李小姐 全完了 这下赵王会大发了吧 你们来干什么 当然是买王爷手里的棉布 不 王爷手里的棉布 多多都卖不出去了 买方手里没有棉布 是吗 那 现在 你 是你 你就是那江国商人 正是在想 来人 把他们全都给我杀了 一个不留 王爷 您杀我容易 但您手上的棉布 可就卖不出去 本王大可将棉布 卖给那些商家 现在人人跑手 王爷你手上这么多棉布 谁吃的下 身为国之重臣 居然与敌国通伤 你就不怕陛下知道吗 你 一百五十钱一匹 您那棉布 我都收了 休想 你这是趁火打劫 行吧 看来王爷是不想卖 但我只能从别处过 正能凑齐君子就行 不过这新品一上市啊 王爷手里的 那就更不费 可能就不碍眼了 先行告知 等等 本王 败了 我要现金结算 好 我们就 没想到 你还有几分本事 一番操作 不仅筹集了薪资 还让王府的资产分了几分 据本王所知 赵王得知此事 当日便一病不起 现在正在府上养病 赵王如今有这本性 不是因为我们的技术 而是因为人性的贪婪 如今他装便昏过去 只不过是为了躲避 皇帝的斥责 王蔡 不管怎么说 此事圆满达成 你功不可没 王爷 这次赵王偷击不成十八米 以后应该不敢再惹咱们了 说不好 毕竟是狗皇帝受益的 要是狗皇帝再出招 我们搞不好还是要应对 哎对了 王蔡呢 他呀 早在您上朝的时候 就算福利要了银子 现在不知道在哪鬼混呢 王爷 我想 有事直说 我想 借王蔡一用 你有事的话使唤他就好了 说什么借 他不是您的随从吗 我想 让他跟着我 哎 你该不会 哎呀 王爷 你想哪儿去了 我只不过是想让他都帮我做些琉璃瓣了 没有那些意思 哎呀王爷你真讨厌 我只是想问问他想不想杀王蔡 这丫头说什么 我今天这么漂亮 还不迷死 你找我 王蔡 你来了 怎么眼皮 这臭尖啊 我来就是告诉你 王爷让我以后跟着你 亲你掉下 你要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哎 站住 既然 你是我的人 那你就什么都得听我 酒还没喝呢 过来 哎 这酒我有毒吧 当然没有了 你可是与我拜过堂的人 新婚之夜是你掀开我的盖头 我便当你是我父亲 哦 怎么 你不愿意啊 你哪敢 喝 喝 哎呦 这什么酒啊 这是这么大 哎 啊 这么小 这什么酒啊 这什么酒啊 哎 呦 赵王府这么多娘们 不够你一个人消遣的 赵王府亏了亲妈的本事 赵王没杀了你谢愤我 哎 薛爷呀 今日啊可是花魁盛严 等着公子您呢 我告诉你啊这炭花廊呀 可是赵王爷身边的红人 岂是你个小小家庭可以出言不逊的 我王灿啊别的本人 就是胆子大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今天有事 我一定饶不了 我还要去看我的花鬼娘 您快请 哎去去去走开 我靠这等神奇姐姐竟然轮到青铃 可惜 可惜 好 花魁娘子风雅一 可否陪在下浅浊子 公子 宝儿今日已表演完 要回去接戏了 哎 不陪喝 那就陪爷睡 我想诸位没有什么意见吧 就这地儿 还不是连薛爷说的算 啊 薛爷 羡慕伤了花魁娘子了 关 住手 住手 皇城京都天死奖下 堂堂正乞禀探花廊 竟在七南半 践踏王法 我告诉你 不仅这花魁是我 整个青楼都是我的 老子在这儿就是王法 妈妈 这花魁我买了 你 一个小小的家丁 还想买我这花魁 这位可是当今的炭花狼 炭花狼出的了 我王灿 出双倍 笑话 就你 出双倍买花魁 一个小小的家丁 一个小小的家丁口气竟然这么大大言不惭你可听清楚了我这花魁啊价值五万两银子 真是你一个小小家丁几被子都埋不起 como pollution 千生啊 这十只井底的蛤蟆 不晓得天 够了够了够了 王公子才大气粗 这么多银票 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呀 看来这梁王府真是狗屎运当头啊 两个小小的家丁也敢出来抢花培 确实 这么闹下去 不得打起来吗 哎呦无妨 水涨船高 风大树摇 反正呢 这银票啊 我是拿到手了 就让他们去整呗 谁不知道这梁王府 挣的都是黑心 如此无才无德之土 诸位 当真愿意看到如此家人 还落入他手 这才子配家人 这空有这不义之才 很难服众 就是 花魁岂能配家丁 笑话 我们薛炭花 那是初生名门忘书 那是年少有为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只要我们薛炭花 才配得上这花魁的才貌 花魁娘子 一枝独秀 是花魁 这花魁娘子 琴棋书画 施酒茶 样样开成大事 即使你等无才无德之人 能够直染 碳花朗 这是要与王灿 切磋切磋 公子莫要为切身 扯一时之快 花儿姑娘莫慌 在下院士处 名声所学 就算是死 也在所欲 碳花朗为何不提师一手 让某人也知道 这空有钱财 是没有用的 就是 让他这个家丁死个明白 承蒙诸位厚爱 在下 就潜提一手 老子王十三百 是百倍的 良辰美景 才子佳人 都说十五的月亮 十六元 此情此景 那薛某就淫尸一声 夜拢清烟 月拢沙 寄凉黄都 赏月华 愁云散尽空狼背 遥想当年 叛晚霞 好诗 薛公子啊 不愧是这少年才子 张口啊 便是绝句 不顾瘾啊 不如再来一首 云响一场 花小龙 春风福建 路拢沙 若非群域 山头剑 会向摇台 月下 宫 应景 应景呢 仿佛 月宫摇池 今在眼前 你我呀 都成了那摇池里的仙人呢 好诗啊 此时只应天上有啊 过去 过去 时间就有如此 碳花朗 不知以事而论 我可否为宝儿姑娘俗身啊 就一个小小的家丁 怎么可能做出如此好事 定是抄袭名家 抄袭名家啊他 这很好吗 我随便说 干什么呀 教你 身为堂堂正七品碳花朗 夜宿青楼 仗势欺人 罔顾朝廷律法 还敢说 曾得宰相夸赞 我之动物 若我大楚动良 皆如你这般 那北方的江国 早就在我皇城牧马了吧 我乃赵王门客 更是宰相宠徒 你 你就一个小小家丁 不过压尖嘴力了 我我我打死你 长夜道 落子无悔 愿赌服输 周目睽睽之下 薛炭郎 是要以士气人吗 此等途径 在场的诸位 可都看在眼里了 今天你们说破天都没用 这花葵娘子 就是我的 够的 你好大的威风 你好大的威风啊 皇爷 不知王爷驾到 薛摩有失远远 还莫恕罪 怎么回事 哎 是他 他想在下的女人 我一时欺负过 我才想打他的 你欠口碰人 那个 王公子 早就为花葵熟身了 是这薛炭花廊 我以不饶 这才有的争执 既已熟身 便是梁家 已身为炭花 西南霸的便是朝廷律法 来人 在 拖出去 长嘴八十 王爷 王爷 让你欺负 让我再下一病啊 我自己打 哎 哎 我一家 等等等 姑主 给我点面子 哎 疼疼疼 你先松开 哎 长本事了哈 学会逛窑子了 你怎么不上天啊你 等等等等 你先松开 你松开哎 你先走 哎呦 我这不是路线不平 罚到相助吗 再说了 你问问王国家的家庭吗 谁也没去过 平啥只罚我 平啥 你跟他们能一样吗 你可是我 不是 这样 不是什么呀 我知道你嘴硬 就是啊 你不能打他 你是谁 从哪冒出来的 你是江国人 你是江国人 哎 啊 花 花魁 是何身份 皇太江国将军 卓力格图的女儿 卓力格图 六年前 战死的那个江国战神 正是 我父亲为国 争战术十载 战功卓越 却遭头了陷害 措施战绩 战死沙场 听说 卓力格图用兵 向来严谨 最后一战 却错了百出 未曾想 即是遭人陷害 为战草楚歌 他们设起陷害凶肠 同时将我卖给楚人 身陷淋雨 直到公子出手相助 我才筹获自由 王爷 我不求其他 只求能等王爷受留 在府上做个丫鬟即可 一毫有个安身立命之所 王爷要不 我们还是留下他吧 这女人还真是感激的 上一秒还吃醋呢 现在又求上情 王爷 他不能留在府 为什么 两国交战 王爷留一个江人在府 你想让王爷 被扣上痛苦的帽子 那你说怎么办 他必须走 梁王王现在处境十分为妙 若留你在此 会有危险的 这些钱你先拿着 后边若有变故 已见即行时 不要鲁莽 公子大恩大德 宝儿一定名其于心 大胆梁王 连我的人都敢打 身为国之重者 竟然去了纪月 你确定 他将那江国花魁 带回了府邸 千真万确 王爷 那江国花魁 虽已被盖出门 可这一惊一出 王爷 咱们未必 不可做一番文章 谁在外面 梁王章逝者 持大楚君路 受皇恩淹蔽 却离途外敌 生下孽种 如今楚江大战在即 居然有如此通敌卖国之主 可悲啊 可恨 不知道 外部的昨天听说 梁王带人去义馆打仗 原来背后还有这个运气 庞庞王爷 路上与君不奉凡 如今居然叛国 是在贵队祖宗贵队荒恩啊 让梁王出来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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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子不小 赶来王府闹事 巴掌没挨够手 梁王好大的官威啊 是在威胁我等吗 哪里哪里 赵王身子可好 为国为民 真是辛苦 修成口舌之力 咱们收到举报 以网顾律法 资下与江国人通奸 其罪当诸 一派胡言 怎么 难道你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敢认吗 赵王好大的威胁 将莫须有的罪名都加到我头上 多说无意 验一验便知 怎么 王爷不敢 我自然问心无困 滴血验轻又如何 不好了不好了 是 这段话带了个孩子 在王府闹事 说要低血认亲 喝谁啊 喝王爷 为什么太好 没事 所以我去看看 王爷 行吗 协议相容 王爷 这个孽种 就是你的孩子 怎么可能 天哪 王爷 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 这不可能 我怎么会有女儿呢 铁正如山 两王还想狡辩吗 天理不容 天理不容 这可是朱锦吾的大罪 来人哪 让废人张庆语拿下 一觉醒悟 上陛下 听后发落 谁敢 又公主 你难道还想助梁王抗法吗 此理 绝非梁王亲生 众目睽睽之下 血已相容 公主难道还想为梁王狡辩吗 梁王的 公主 你不会说梁王这方面不行吧 你胡说 你们才不行 你看我干嘛 张家世代石军禄 名作大楚之顺臣 如今血液已经相容 轰敌之时 无可辩驳 还有何话可说 好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我张家满门中立 曾为大楚立下不适之功 如今 却遭小人构陷 王爷 你莫非是想 我张家世代重量 怎能受此屈辱 此事不轻 我无言面对祖宗 今日 应当诛杀此等败国贼 以锦效忧 随便拉出来一个女儿 滴个血就认出个女儿 那我要是和赵王滴血的话 我是不是 也是赵王 你怎么来 梁王不要紧 我能帮你 王蔡 梁王和那小孽种的血 已经相容 梁王通你属实 难道你还想翻爱不成 大王 我问你 我和你低血认亲 这血脉相容的话 我是不是就是你爹 放肆 王蔡 你竟然敢如此如我 真的我不敢杀你吗 我只问你 敢 还是不敢 何不敢 王爷 准备清水 快点 赵王 看来我还真是你亲爹 大胆 你怎敢侮辱赵王 你是招死你 这不是刚刚说的吗 这低血练亲 是法 就不可惜 大家都散了 散了 赶紧回家 赵王 别忘了 我是你亲爹 王爷 我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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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王蔡快告诉我 刚刚到底怎么回事 是多加 手上摸点盐 只要加点盐啊 整个八根子打不着的人 可能血 你拿来试试 今日全靠公子神经命算 不然恐怕宝儿细命休矣 那你今后有什么计划 我可以派人送你回江国 我想留在府上 两国即将开战 到时候王爷奔赴前线 或许需要一名可靠的路影 你这是叛国 我本飘零 下午定处 何来叛国一说 雷王吴许总 今日赵午已经掩命之事 想必今后 也不会在门宝儿织 好 那你换身衣服 暂且留在府上 日后随我出征 谢王爷 hoped 本来 兄jenigen 我要 自己 东来 가지고 要放这儿吗 你自己擦 宝儿的伤疤都在身后 一个人如何擦得了 不如 公子替宝儿擦吧 这别做 谁呢 既然姑娘如此为难 王灿愿味排忧解难 这是希园的 那个你说他什么 拿去 你是什么 确定 是什么 我也是 还起来 你 好 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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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了 公子数我出青楼 切身无以为报 其实你还可以 王爷 前线急报 这么快就来了 江国 江国兵马招动频繁 我估计带到秋高马坟时 他们就将南下 你准备去边境打仗 国与尚书请求皇帝 请他让我镇守边关 皇帝现在还没回复 但我估计最终还是对我 你都已经决定了 再给我看 正好让那狗皇帝看看 谁才是一心 是大主东流鼎住 去边境我不怕 但我无计 赵王必定会针对梁王府 若我战死沙场 希望你能保护公主和宝儿 不要让他们再经历 宝儿之前经历的那些 你能答应我吗 我答应 不过 赵王要是真的梁王府 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 此言何意 接下来 无论发生什么 一切 不必相信 陛下 你找我 看看吧 那江人还真敢来 六十万大军 江国哪来这么多人 夸大其词 这么奇怪 之前梁王尚书请战 看来是时候 陛下真的有 本朝上下除了他 你们谁上过战场 他无非是想再立个军功 以便恐怖他张家的地位 所以立下不可不防啊 他这人 空有一声报复 虽有武力 但并无常才 只是那个家丁 看来 你和朕想一块 那个家丁确实有几分学富 若能收服 最好不过 若不能 杀了便是 我一个小小的家丁 他们只能道姓地找我来 这其中肯定有蹊跷 梁兄你来了 还愣着干嘛 赶快伺候 大蜀要与江国开战 梁王主动上书起战 我等自愧不如啊 今日设宴 就是为了给梁王见习 诸位举杯敬梁王 敬梁王 今日还有一位特殊的贵人 正是梁王府的贵人 王灿 王公子 王灿 王公子 我 王爷 王公子也是难得一见的人 只可惜梁王就要出征了 那江国冰天雪地 去了 没办法呀 谁让我偷偷胎了呢 不过 我也没说要去 好死活了 你 梁王 你这小老弟 可是心有不甘呢 王爷 我在梁王府可是任劳任怨 累得跟走似的 这没面的事 我可不 王灿 我待你不保 没想到 你是此等贪身 怕死之 梁王息怒 人各有志 再说了 你梁王府本来就穷 王老弟这样 也是情有可原 再说了 本来大家就是一家人嘛 这有才之人 到哪里不是为国效力 就是啊 王爷 你当真要贪图之荣华富贵 梁王息怒 若是费心周厉 能过上好日子 还要让人说成是贪图 那还有什么好 那不如做个懒汉 对啊 这每天 美酒配上家人 谁不想 没想到 今日竟是一场红门宴 梁王严重了 我与各位各有抱负 不该同袭相谈 告辞 梁兄慢走 这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天下兮兮 竟有银两啊王爷 哈哈哈哈 说得好 王公子也是性情中人 本王甚为欣赏 既然王爷看得起在下 在下 就告诉王爷 天大的秘密 此秘密 就连梁王都不早知晓 本王早就知道你是大财 不知是何事啊 王爷 请看 小人会置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样王爷 正是本王所想 大财 得贩 江山 哼 报告你 去 不是 我是 大宇 江文 伍比 我 下 这个 心滔天啊 王爷 急急忙忙找我们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 王灿呢 一晚上没见到他了 他 他投了赵王 什么 那个混蛋 居然投了赵王 公子不是这样的人啊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帮他说话 马上就要打仗了 王灿出身平 他的选择我也可以理解 毕竟人皆有贪生怕死之面 真是个混蛋 叛徒 我杀了他 公主 别拦我 对了 他人在哪 王爷 您抢 如今 陛下降旨 准许本王全权操办 有关戏言的一切事物 这背后的油水 哪只用 鸡 都够你一辈子 衣食无忧了 呸 小子 只能包 一步天下 就只给我一点 信 这靠 王爷要新了 小子之前 多有陀罪 冒犯了王爷 王爷不计前嫌 小子就已经赶快带牢了 哈哈 不过 本王还是喜欢 你之前的那股硬气劲 小人 你东西 一点心意 这 识食物者为俊杰吗 好 那这样 你在本府当个特使 本王赐你 王府令牌 建令牌 如建本王 谢谢王爷 不过 本王要让你 半个月之内 造出六千斤血 你能否做到 你是王爷 我是爱妃 我是你的 我也是 爱妃 接下来 无论吗 谢谢 谢谢 张家凋零 羽翼被折 是你为我带来希望 如今 我已无路可选 王赐 你说让我相信你的 此次将这 我最真交流 忘记不辜负 王爷 进来 王爷 我想去找公子 好 好 那正好 你把这封信交给王赐 小夏 你哥哥把你输给了我 你就是我的人了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得干什么 老子现在让你喝酒 喝 喝呀 快喝 大人我 我真的喝不下了 放开我妹妹 放开 闭嘴 既然你不喝 那我就帮帮你 住手 王赐 一个梁王府的下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我现在 可是赵王爷 原来是个卖乳求荣的货色 看来老子养伤的这段时间 你跟那个什么狗屁梁王 混得也不走 怎么 现在到了赵王府 还想英雄救美 不成 我就是看不惯 有些人欺难罢女 喜欢伸张正义 你刚才不是说 他是你赢过去 好啊 你怎么赢过去的 我就怎么赢回来 你 干嘛 干嘛 老子身上一半的伤 不对 老子身上所有的伤 都是因为你 我告诉你 今天你来到这儿 就别想走 你想怎么样 从我裤裆底下 钻过去 要我钻可以 钻 钻 我说可以 但没说这么 你们刚才不是玩的解采心的吗 咱们就玩骰子 别大笑了 如果我输了 混 确定你要跟我玩骰子 这骰子在薛公子手里啊 让他来单手 他就不敢出双手 让他来大的 他就不敢来小的 跟薛公子玩骰子 还不如直接从那胯下钻过去呢 大家说是不是啊 谢谢你为我出头 可能骰子 你是玩不过他的 哟 小小的小姑娘 多为你着想 给薛公子低个头 不丢人 少说屁话 你要是愿意舔 多舔几下 姑娘放心 我心里有数 怎么 看花廊这是不敢的 那我可带小香姑娘 走 好 不 若是你输了 你跟这小香姑娘 都回过去 若是你输了 你给我挥下钻 还得叫我 爹叶 你记住你现在说的话 看我等会儿不撕烂你的嘴 哎 我 哎 你干嘛 我看你出没出老千啊 你放屁 我会出老千 吸紧石 我儿出亲 我儿死 把这个给我铺上来 这桌子不舒服 太硬了 我告诉你 你再多补几床被子 也还是输 摩操产生静电 让磁铁无效 这就算只是初中物理知识 一个狗人 想换脑袋也想不明白 来吧 哎 哎 慢着 你要是输了 不仅要钻裤裆 还得一人叫我们一生爷 哈哈哈哈 哎 王燦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这还没开呢 这么没资金 看来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敢不敢加码 行 加什么 我再加一千两百两银子 光压钱多 一点都不 那你说加什么 我要你 太花狼胖 好 如果我赢了 我要你两只手 哎 不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说我是要你这左手啊 还是要你这右手 他出千 他出千 我看你是贼喊捉贼 他们两个在那通通姑姑的 我看你们是出老千吧 胡说你 松手 还敢做 出千 你出千 证据确凿 看话了啊 咱们这新账旧账 你洗算了吧 这骰子 一定是王燦带过来的 哦 对对对 这些东西都是王燦带进来的 我我我七眼所见 我也看见了 堂堂正七品太好了 哎 玩骰子的高手 我看你是耍赖的高手 傻 废话 我把他绑了 我可是王爷的座上宾 王府的特使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敢动我一试掌 什么狗逼特使 你就是条狗 先是梁王的狗 现在是赵王的狗 愣着给我干嘛 给我上啊 王府令牌在此 看谁敢 我看 你们 是 困地了吧 什么狗逼令牌 他才来一天 怎么可能有 一定是他偷的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抓他呀 你们啊 竟敢如此 这要让王爷知道了 不得把你们整死 偷王爷的令牌乃是死罪 把他处死之后 我自会向王爷禀报 给我上啊 上 上快啊 我看谁敢 王爷 他偷你的特使令牌 居然还要诬蔑我 还要砍我的双手 王爷 替我做主啊 王爷 混账东西 王蔡乃是我清风的特使 一手之言之术 天下独此一份 就你的手 也配相提辩论 给王爷个面子 今天 我就不要你这只手 但别的可免不了啊 跪下 王爷 王爷 你走吧 慢走啊 蔡义 那个 别忘了把那一千两银子 送我房间去啊 行了 大半夜的跑来这干嘛 公子的救护针 小香 有事不忘 这铃口 明显是故意开成这 不会是有什么猫 捂死啊 今日公子 将我从薛炭花手中迎回来 我以后 你先起来 是你哥让你来 还真让我说准 行了 你走吧 我不会因为你头发送爆 而给你个什么优待 连自己妹妹 都能送上赌桌的人 我没大嘴巴抽她就已经不错了 哎 请公子不要赶我走 如果公子不收留我的话 我会被哥哥打死的 若没有公子撑腰 薛炭花一定会找我兄妹二人麻烦的 我说 我们就完了 到底什么 没人选啊 行了 别哭了 我留下你 多谢公子 我可以为公子暖床 好家伙 这姑娘看见了一个人吗 没想到竟然这么重 不过 我从她这去进 您想起来 岂不是更深 公子 奴婢 帮您更衣 蔡爷您在吗 小的来给您送银子来了 进来吧 好嘞 哎 蔡爷 这个是一千两银票 小的拿到后 不敢耽搁 马上就给您送过来 我 小的先行告退 这设计图不错哎 陛下 天将几报 江国大军压净 奴婦官 失守了 什么 江国怎么来的这么快 他们真当我大楚国人吗 江国起立不容小区 谁能出战呢 陛下 梁王 萧武善战 何不让他 不闹 给他兵权 岂不放火归山 陛下可以给他兵权 先安排他 牵出虎龙关 以作诱饵 届使不欲赠领 他必将 九死一生 可有把握 便如江国战神 着力格同 一为右银 二为除害 一剑双雕 此寂 妙 客官里面请 来我说 蔡野 您就别忧国忧民了 这要是打起仗来 也不会打到京都的 你呀 还是好好地 消遣消遣 娱乐愿 若不是为了抓证据 老子也不至于 跟个狗腿子 唱就倒地 行 你们先玩着 我去狗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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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妞穿的真眼 是 穿给谁看呢 肯定敢打我 我要你好看 嘿嘿 大爷这是怎么了呀 哎呦 我当是谁呢 这么 原来是你觉得 别人 王蔡在哪 王蔡 你是说那个被照顾 抓起来的家庭呢 现在在哪 在 还是死在大牢里了吧 他不知道王蔡已经投了照 那王蔡不在这 哎 来都来了 还想走 你想怎样 如今啊 你也没了靠山 不如呢 回到这青楼里了 也算是有个依靠 怎么样 今天晚上陪爷乐 放开我 爷既往不咎 放开我 爷的眼光呀 就是好 这丫头 从前可是我这的头牌 心情 也得不顿 还是个完毕呢 哎呦 没想到还是个厨啊 还想走 放开我 因为我损失了多少客人 少赚了多少益 今日你要是赔不好 我定要你看看我的手段 把他给我拖出去狠狠的打 公子 没事吧 干嘛张献廉是我二舅 放开我老子探花狼 你二舅来了见到我都得叫声爷 你早知我为啥 为什么还想一两位娼啊 你一个刚出狱的小家庭 你算什么东西 我算什么 告诉他 我算什么东西 他是我们王爷的特使 瞎了你的狗眼 特使 大人谦谅 求你饶了气身吧 这个 今日 消费 我请他 您看 我怎么敢让您请 这不影响了您的生物 不如这样吧 你上台跳个脱衣 这样更能抓了 为何要跳脱衣舞啊 看 其实做不到 他不跳 跳不跳 我 我跳 跳还不行吗 公子 你怎么知道 我在驿馆 我想跟着你 但王爷不敢去赵王府找你 便日日来着驿馆蹲守 想不摸玉器 对了 王爷让我给你带了封信 这是天助我爷 这东西 要是给陛下所谓去的 则危局可破 我果然没心疏量 您真的投靠了赵王 怎么可能 要不是我会治严的话 你早就把我做着楼馅 那您是怎么回事 明日 你会联王 他再会跟你说情 那就好 我替你 可以 亮王手握赵王 莫凡典正 可确定皇帝和赵王 好虚的仪器不可告状 这如今委托给我 如何能顺理成章 进到皇帝 多了什么呀 好蹲下哪都有你啊 这得得了呗 兄弟 这种了 哎 你小子是不是随时玩我 没有没有 叫什么叫啊 蹲上 那人是谁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回夫人是王府心道的特使 听说因为薛谈花在外横行无际 有所王府名声 这几日正在严加敲打呢 小薛训时 行尽乖张了些 也该敲打敲打 听说那人很有才 一手势压得金城一种才子 抬不起头来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听医馆那边说 他那方面也很厉害了 那医馆的花魁 如今都铁了心的跟着他呢 四丫头 他说什么呢 哎 他就是你 说的 你做 对 蔡爷 他就是赵王妃 你说的赵王妃 那方面的可惜 所以就赵王妃 嫁过来 守了二十年活 实在是可惜 今儿我们这儿 哎 看什么看啊 站着站着 站着 王妃 你找我有事 梁王妆准备启存了 若是等到江楚开战 那有水可就过 这样 你先去夫人那里 支出一些钱来 把盐厂建好 等到朝廷的银子到了之后 再赶上 最好是在开战之前 捞上 是王妃 就你喜欢那如狼似虎的鸡壳国样 你还敢让陌生男人去他的领钱 不行 我得进攻你 催催营子 你在府里好好干 千万别出岔子 你确定是让我好好干 不是 你想什么呢 听到没有 听见了 王爷听见了 就是想的 担心您头上这顶帽子 你提醒的非常对 我得注意 稳住陛下 不能让陛下起疑心 否则这顶乌纱帽子 可就危险 好嘛 你不介意乌纱帽被分离吗 王妃的头油真好 你一加丁 怎敢在我面前如此轻浮 王妃莫怪 实在是这香味太好闻了 这才都老得出 那小的先去忙了 王妃 小的常在外走路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自食招呼 你有心了 不如这样 我给王妃买盒头油吧 我有头油 您用的头油啊 都是府内管事才买的 大多都是城中的铺子 虽然金贵 但太过常见 城外有一家头油 用的是路头花 这花香啊 清新细腻悠长 把头发养的 也是细腻顺滑 有句古诗说的 不用腌枝遍地草 但条南国路头花 不如这样 我给王妃带会儿吧 那我给你钱 别别别 我挣的钱 不都是您给的吗 小的有事 先请告退 小 怎么是你 王妃二手下来 执一笔钱 来建盐厂 这不 特来请示吗 来的路上 碰见小香姑娘 她说她肚子疼 托我带个披风 怕你着凉 就给送来了 今日我身上 未带银钱 待我摘完这花 你跟着我 去取编室 您摘这么多花 做什么呀 做胭脂 这花有刺 幸亏没扎着你 要不多可惜啊 可惜 古寺穹瑶 鸡寺冰 美好之物受损 是人都会可惜的 属下见远 只是一时有感而发而已 王妃莫怪啊 无妨 王大人 钱都有事找你 那 小香 你找我 严厂的钱还没有拿呢 晚一点叫王特使 来我房里一趟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拜见王妃 盐厂要支的钱 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条子 你拿去照房取便室了 谢王妃 这是路透花油 难为你惦记了 这真是好东西啊 王妃 可要试试 王妃的发质可真好啊 这路透花油啊 不仅可以养发 还可以温润肌肤 王妃可要试试 身为女子 监虚四行 富得富言 富荣富空 身为女子 四得皆行 心结佳设 天下结合 你真好 我的亲 你打开来 王妃 您这是 夜都生了 王爷是快回来了吧 她自知难堪 从不与我同住 王妃莫急 我们来日方长 你说的对 可是我 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呢 王妃情深 小的死了也感谢 不过我有件事 想求夫人 夫人 没准能帮她上马案 你又说胡话 本货怎么能让你去死呢 你说吧 我想进一趟皇宫 夫人是陛下亲属 进出宫围 带个人 岂不容易 你若真想进宫 找你的老乡和公主 岂不是更容易 皇帝猜忌公主 公主向来不受传 虽她进宫容易 但想见陛下 不可能 但您能啊 您是陛下表妹 你见陛下做什么 我虽身份卑微 但仍有一番报复之心 如今将处开战 若能在陛下面前 触摸划策 立下功劳 我便能带你出这王府 你也不用一语归中了 你当真是这么想的 我既进你的归房 便不只是陆水情缘 而是一生一世 前面就是皇宫了 待会儿见了皇上 此时就算你帮了吧 皇妃 你 这老狐狸发现得真快啊 你们这得肩服饮服 好大的胆子 王蔡 拿许你财富给你地位 你去恩战仇报 起兵王爷 王妃 你 持剑入宫 少谋反忙 你 陛下授予本王 建立上殿之特权 对 就是清除 而等要挟之辈 皇妃莫怕 他不敢来阵阵 只不过是气息败坏 虚张声势怕 你放心 有我在 定伤不了你 不说无意 现在这二人杀死了 再以陛下毕名 动手 皇妃 住手 我看谁敢 元王爷 公主 二位感情还怪好的呢 你们为何在此 皇叔不必多问 父皇已经知晓几事 你若还想动手 那便是藐视皇权了 陛下声明大义 你能明辩终结 撤 赵王已走 但他定然会再借地发挥 王蔡 你快逃出京都 方可保密 我若逃了 你们 也都活不成 他今日这样杀我 如若不把他拉下马 我怕是要脱层皮了 王蔡 立马与我进宫面圣 我再交由你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赵王蒙反罪证 黄蜂尾厚真 罪毒妇人心 赵王 但凡你留点面子 也不会被老婆被刺呀 王蔡 你不会辜负我吧 定然不会 参见陛下 云山 皇兄日夜操劳 深感疲惫 陈妹特意为您 做了养生汤 给您送来 有心了 皇兄请慢用 陈妹先行告退 大胆 还不快退下 什么是你 巫皇万岁 万岁万万岁 小的是有十万火鸡的事 要来禀报 起来说话 朕让你起身 为何不起 事过重要 还望陛下 恕小人死罪 行了 朕恕你死罪 谢陛下 说 小人在赵王府 看见了一尊 一尊什么 大声点 一尊 琉璃金龙 我好像还隐约 看到了 龙袍 赵王 他还私藏 甲重 刀兵 甚至还偷练了私兵 放肆 陛下息怒 陛下息怒 栽赃王爷 你可知这是死罪 陛下 证据确凿 陛下既可以查明 小人绝不敢隐瞒 一派胡言 来人 把这家伙 偷出去砍了 陛下 王妃也可以作证啊 住手 陛下 我有证据 这是赵王命 在城外 前些三月打造的龙袍 陛下 行了 放开他吧 你们都到殿位候着 上前说话 是 你赢这个 果然动了造反之心 那针 既可下旨 将其满门抄斩 好小子 炸我呢 慢不可 陛下 这赵王手握着兵权 如今又动了谋反之心 主要 咱们还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有的儿戏 这要是早有准备的话 狗急跳墙 恐怕 继续说 恐怕会短鼻相间 血剑 这秦政殿呢 难道要正当 缩头乌龟 陛下 小人倒是有疑忌 如今 这梁王可以牵制赵王 赵王要是有二心 也要忌惮梁王 不过 陛下最近要梁王出征 这赵王便无人牵制了呀 不错 有梁王在 确实可以对赵王 有所牵制 陛下不如这样 留梁王在身边 梁王可以继续牵制 陛下 也有了充足的准备时间 梁王暂时不出兵 但江国成兵边界 要再无人出征 恐怕我大主之地 将会拨挂 陛下 小人还有一些 对付江国绰绰有余 哦 并来 朕准你上天说话 是 朕准你上天说话 怎么 你很害怕朕 陛下乃真龙天子 威朕四海 小人岂能不惧 哈哈哈哈 行了 抬马刘絮的话 朕都听腻了 说朕是吧 陛下 这真论起打仗了 咱们或许不敌 但论起寂寞来说的话 那江国 连给咱们提携的资格 都没有 陛下 小人有一物 足可震射了江国 哦 并来 陛下 听小人一言 小人有一神兵 几十米开外 便可以使敌人致命 还有一种东西 这炮 这炮弹一发 寸草不生 那东西威力真这么大 小人愿意用向上人头 作为担保 绝无虚言 切实 江国不敢南下而目马 是不敢弯弓而报应 行 但是赵王那边 小人也会盯紧的 若有什么风吹草动 小人第一时间禀报 行了 退下吧 陛下 这是制作西岩的制作方法 步骤流程已经整理完毕 请陛下过目 为何现在才将西岩的制作方法呈现上来 赵王说 如果陛下知道了此事 必定会拨款 开设延长 到时候 就算是一滴油水 都够我想下半辈子轻浮的 说下去 不过晓得想 这岩是国家命脉呀 于是晓得提议 将这秘方告诉一下 谁料赵王他却说 他说什么 赵王说正因为如此 才可以敛财呀 还警告小人说 不要泄露给任何人 当然 包括弊性 李延这个宁城 这事你干得不错 朕重重有赏 下去吧 这老皇帝果然心思深 还不信我 不过以赵王那为人 这笔钱呀 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回咯 歪打正着 接下来只让坐车 光弄就好 谢陛下 那小人 就先告退了 退下吧 王公公 奴才在 朕现在有一事让你败 朕之前下旨 拨了五百万两银子 给赵王用作剑岩城 下旨 朕要将银子收回 是 王妃 你看 那是梁王住的地方 那是公主住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在后面 虽然不怎么样吧 但也还行吧 杨王和公主要是知道现在的场合 你们会笑到很多龙子 嘿嘿 我再带您去前面看看 好 你都不知道有多离谱 哎 我回来了 好啊 你还敢回来 王妃您让开 我姐姐就要娶你够命 别跑 给我站住 你先把刀放下 刀见我眼 我让你 这话好好说不行吗 你 你还敢回来 你看看 我刚回来 一个要砍我 一个要赶我 就不能让我说句话 不行 不行 我求你们了 咱们坐下好好说不行吗 哎 嗯 再看看这是什么 嗯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 我不但没有死 还让赵王和皇帝之间 这个情细 这样的话 无论赵王以后说什么 皇帝 都不可能无条件地信任他 我的天哪 厉不厉害 总之 大家都相信王灿吧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你快把袁伟说说 还记得 上次赵王给你设的壮雄宴吗 其实那次的壮雄宴 就是他们两个狼狸为奸的骨骑 实则就是想收买我 然后下空 让你深陷淋雨啊 该死 这分明就是要赶尽杀绝 我张家满门中烈 进步到这种下场 他挑拨 我就将尽就尽 假意逃敌 深入又鱼 让他们欲望相争 我们便渔翁得利 最后 你都会有的 要不然 我可能早死在赵王的刀下 什么 严调不让坏了 咱家只是奉陛下口谕 赵王而言 还是听话言 把宫里的拨款给退回来吧 为何说不办就不办 多晚王参进宫 近日就出了遍 王爷要是有问题 被面见陛下 咱家只是闻祸 王爷 自王参进宫 并不知所踪 去 赵剑去 就是决定三尺 你要把这个家伙 给我找出来 是王爷 王公公 演场诸事繁复 带本王 李青 再等 那咱家就先回宫了 恭送 郭国退回 延长停办 是断本王的财路 王才 妖言获重 说了什么 府里只有戏言 一个镜像 若断了 可承受不住啊 王爷 王才这小子 不仅叛变 还不知所踪 若是再把郭国退回 那本王的计划 可若不退回 那就是抗旨啊 可不容怀 本来要亲自入宫灭圣 启禀帝 那赵王说五百万两 已经筹办有差 是一个字都不肯给 好 好你个李延 算你到镇头上 向你盐厂挣来的钱 招兵买马造反 去 把你这个家伙 给朕叫过来 是 陛下赵王道 微臣参见陛下 李延 好大的胆子 竟敢侵吞镇的拨款 陛下冤枉我了 不是我不想还 实在是这笔钱 已经投入到盐厂中 您忘了 盐厂的事 还是您安排下来的 盐厂不用办了 这 这是为何 朕已经知道 戏严的制作流程 还用得着你来做 王辰 立将以千刀卖刮 陛下 断然不可轻信 王辰 朕有自己的判断 无需多言 另外 朕想让梁王留在大主 你意想如何 什么 万万不可 还请陛下三思 梁王手握兵去 若是不赶快逐掉 恐怕会有大会 朕知道了 退下吧 陛下 我觉得 滚 微臣告退 王辰 我弄死你 梁王 是我王辰 你俩先出去吧 是 啊 啊 黄采你 嘘 有点事 嗯 皇帝如今忌惮赵王 暂时不会动了 若是等皇帝回味过来 可就糟了 挺玉 这官民俸禄 当真就如此重要 何出此言 是些什么 何必为这无多敏而困之抑郁 你的意思是 我已经把对抗外敌的方法 觐见给了皇上 他并无外患 现在只要我等 从权力斗争中抽身 皇上定然面杀赵王 可是赵王 我会坐以待毙 若是神兵一主 岂不是天下大乱 经过昨天一试 皇上必然对赵王有防范 我愿意放弃这一身爵位 与你浪迹天涯 只是 该如何抽身呢 我有一招金蝉脱鞘之际 只是一把火 几个死刑犯做地死鬼 以梁王府的手里 做到神不知鬼的决人 我 一确不能 而且 无人能预留 哼 打算去哪 对啊 我们去哪 我们去哪 采菊东离下 悠然 见不深 好试 啊 哎 嗯 正直到 梁王皆知 啊